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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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养活了 小的时候还担心我会特别容易被别人拐骗呢 用我妈的话来讲 一顿好吃的我就跟人走了 今夏笑呵呵地道 要是真那样就好了 陆毅轻声道 你说什么 陆总 今夏没有听清楚陆毅的话 反问道 没说什么 快吃吧 一会菜凉了 陆毅淡淡地道 你还知道关心我呀 今夏看着陆毅 突然间想到了他的烫伤 自从他出差后 两个人便再也没有联系过 陆总 你身上的烫伤如何了 今夏略有些惭愧地问道 陆毅抬头看了一眼今夏 还不错 还知道关心自己 好了 陆毅自然也不是矫情的人 不会将一点点烫伤便挂在嘴边 整日难为人家小姑娘 那就好 否则我真的是要愧疚死了 今夏认真的道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我还以为你早就忘记了呢 陆毅直接揭穿今夏的谎言 陆总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 今夏委屈地道 这么久了 我也没有见你问一句 陆毅看着今夏 等着他的回答 我只是觉得 你出差了 不便打扰而已 今夏弱弱地道 你想的倒是周到 陆毅恶狠狠地说道 今夏撇了撇嘴 不再插言 而是低头吃饭 你为何要学习英语 陆毅突然间想到那些英语书 忍不住问道 你为何要学习英语 今夏没有想到陆毅会问他这个问题 如实地回答道 我想考研 考研 陆毅立刻问道 你不会还想着跳槽呢吧 今夏没有想到陆毅会这样想 天呀 领导就是领导 果真脑回路和别人都不一样 没有 陆总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就是想吧 你看咱们单位的人学历都那么地高 我若是一直不进步 还怎么能拿捏住他们呢 今夏立刻为自己辩解道 你一个女孩子倒是挺上进 女孩子怎么了 陆总这样说话是瞧不起女生吗 我自然是要上进的 干我们这行业的 若是不上进 迟早有一天会被淘汰 今夏自信满满地道 陆毅自然不是瞧不起女人 她只是没有想到今夏会这样上进 思想觉悟这样高 现在这个年代 一般女孩子不都是一心想要嫁个专时王老五吗 可是 她却不是这样的女生 袁大娘的视频 正当陆毅和今夏吃饭时 今夏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袁大娘的视频电话 今夏小声对陆毅道 陆总 抱歉哈 我接个电话 是我妈的 不接不行呀 定期查岗中 陆毅点了点头 表示可以 今夏刚接通视频 只听见视频那头袁大娘的声音便想起到 袁今夏 你干嘛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今夏道 我的亲娘呀 我哪里很久 我这不是立刻就接了吗 袁大娘道 你干嘛呢 不会又加班了吗 今夏道 今天没有加班 正常下班 正吃饭呢 袁大娘道 你别总点外卖 那玩意没有营养 你自己做点好吃的 和人家杨月多学学 今夏道 知道了 我今天就是自己做的菜 袁大娘道 你自己做的 你没骗我吧 今夏道 我骗您做什么 袁大娘道 你把手机视频给我调调方向 让我看看 今夏无奈 只能拿着手机 对着桌子上的菜扫了一下 让袁大娘看看菜 以表明自己没有撒谎 可是 她却一不小心 将陆毅的衣服脚给露了进去 袁大娘虽然没有看见陆毅的脸 但是知道袁今夏的屋里有人 她立刻怒了 大声怒斥道 袁今夏 你屋里有男人是不是 今夏道 没有 怎么可能 对于今夏的睁眼说瞎话 陆毅只觉得无奈 瞪了她一眼 却不能言语 袁大娘道 袁今夏 我都看见了 虽然说我想要你赶紧找一个对象 但是也没叫你带男人回家呀 你知不知道 这样做吃亏的是你 今夏小声嘀咕着道 说不定谁吃亏呢 袁大娘道 袁今夏 你说什么 今夏道 妈 你真的看错了 袁大娘道 你别蒙骗我 快点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今夏道 妈 我这边信号不好 一会和你解释哈 你真的看错了 今夏赶紧将视频给挂掉了 她可不想从自家老佛爷嘴里 再听到什么奇葩的话 让自己难看 挂了电话后 今夏尴尬地看了看陆毅 笑着道 陆总 你别在意 我妈就这样 操不完的心 陆毅自然不会生气 反而还隐约地觉得很开心 看得出来 她的家教很好 所以她才会如此努力上进吧 你在赶我走吗 两个人吃完饭后 今夏只觉得很晚了 可是陆毅却也没有说要离开 今夏尴尬地看了看时间 试探性地问道 陆总 你看时间有些晚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陆毅道 你就这样向我走 今夏道 啊 陆毅道 算了 和你说你也不懂 我先回去了 明天见 今夏道 明天见 拜拜 陆毅走到房门口 突然间转身 对今夏道 对了 以后不要晚上邀请男士来你家 这样容易让人误会你动机不纯 陆毅看着今夏张大嘴巴 一脸无辜的表情站在那里 转身笑着离开 待陆毅离开后 今夏才反应过来 陆毅话中的意思 我靠 她不会以为小爷想泡她吧 天呀 想到此处 今夏只觉得有些抓狂 圆今夏呀圆今夏 你的名声呀 就这样毁于一旦了